Hello 大家好 朱春奴 日本今日開始排放核污水入大海 特區政府禁止日本十多元食品進口本澳 今天澳門各區超市陸續有居民 居民不是搶錢搶籌碼是搶買鹽 直到晚上十點左右 有超市貨架上海鹽所剩無幾 部分平價的幾元一包鹽基本上已經顧稱 不少顧客向職員了解 有職員說明早會有貨到 亦有人選擇買一瓶十幾二十元的鹽粗鹽 都殺了人們 每人都買幾瓶或幾包 為何這麼緊張 可能人們倚咄咄咄 以為核污水排下海後會影響食鹽 令食鹽有輻射 央企中國鹽業集團發聲明 指出受日本核污水排放的影響 近期中學部分區域市場發生搶購食鹽的現象 大陸都是這樣 電商平台和部分超市渠道短暫缺貨 集團正加班加點生產配送 除力補助市場高應 呼籲社會各界理性消費 不要盲目搶鹽 聲明亦說 當前中學食鹽產品八成七是井礦鹽 海鹽只佔10% 胡鹽佔3% 而井礦鹽和胡鹽生產都不受日本核污染影響 集團是世界上最大的食鹽生產商 食鹽產能每年超過1000萬噸 井礦鹽佔9成半 要說他們食鹽儲備供應充足 產品可以追溯源頭 質量安全有保障 甚至在03年非典 08年民村地震 11年日本大地震 新冠疫情引發市場波動 都有好好的保障食鹽供應 在澳門方面 市民不斷搶鹽 政府經科局說 高度關注食鹽供應 經與供應商了解食鹽供應狀況 目前食鹽供應穩定 存貨充足 貨源穩定 呼籲市民保持理性 不要輕信謠言 經科局說 持續到市面巡查 嚴厲打擊抬高價格和囤積居期行為 保障市民消費權益 根據資料顯示 澳門目前食鹽儲存量超過19萬公斤 存量足夠全澳市民37天應用 供應商也持續採購補貨 不需要搶的搶不軌 不過我今日過大陸去山姆 都不覺得人們搶鹽 都大把鹽 所以不要這麼愚蠢 好 這一集請消息得心 支持我的數字片 美哲圖而言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